取消限购要作为一项政策坚持下去 大家好我是龚师傅 欢迎来到银元频道 下文原创作者是漫天雪七九八 来自微信公众号漫天皮里plus 今天两大热门城市 杭州和西安都取消了限购 这是一个好消息 限购这个词一听就让人犯头疼 一谈限购就让人想起公社 这不就是房地产领域的粮票吗 所谓的购房资格不就是房票吗 就是你有钱也没用 必须凭票供应 这不就是房地产领域的计划经济吗 市场经济是写进宪法和决议的 两个人一个愿意买 一个人愿意卖 没有伤害他人 到底什么样的正当理由去干预呢 现在放开了 就是回归市场交易的自愿交换原则了 当然是个好事 我们要大力支持 但是要牢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以贯之 没有例外的 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不应该有限购 不是今天高兴了搞一阵子市场 明天不高兴了玩一阵子计划 那会把市场活活逼疯的 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希望取消限购能够长久的执行下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学原理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一项基本原则 各地纷纷取消限购 看得出挺着急的 这经济怎么就刺激不起来呢 全国商品房新房库存量达到7.6亿平米 这些房子一直卖不出去 可不是几家房企倒闭的问题 而是上下游产业链很多人的饭碗问题 税收减少没钱化的问题 金融危机问题 继而是稳定问题 能不着急吗 可是效果如何呢 放开或者放松限购 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放开了 怎么就没有动静呢 反倒是全国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 成交量不断下降 价格腰斩 政府已经诚意满满了 你们怎么就不领情呢 因为本来买房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非要把它搞得不正常 当初人想买 你各种限购 现在你着急了 放开限购 让人花钱去支持 去库存 一会儿嫌房价高 搞各种限购 一会儿房价一跌了 你又着急 过去有八条十条各种调控政策 把房价压下去了吗 没有 月调控反而价格越高了 现在取消限购 有各种激励政策 把房价抬上来了吗 也没有 经济规律是不可违逆的 违逆经济规律 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 造成过去房价大幅度上涨的 一个基本原因 就是信贷扩张 而现在房价大幅度下跌的原因 就是信贷收缩 这是法定纸币体系下的必然结果 因为货币供应量 是不受市场制约的 想一印多少就印多少 大量增发信贷 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导致房地产行业大扩张 价幅在个大幅上涨 达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高度 就是泡沫太大了 信贷扩张 让社会变成了一场互相节锐的丛林 房地产由此并不是单纯的居住 消费应途 而是有储蓄和投资功能 这当然会进一步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 而推高房价 那么一旦信贷收缩 就必然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有人说M2都300万亿了 怎么就信贷收缩了呢 因为你可以控制币供给 但是货币需求你控制不了 它掌握在每个人手中 你放水的很卖力 但是我看不到利润前景就不带 那么钱就一直在银行系统内部流不出去 所以现在的房价下降 是因为过去的房价虚高 在信贷扩张期房地产一片繁荣 但是那已经埋下了货根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早就清晰的揭示出 这是虚假繁荣 货币增发那么多 真实的资本品并没有那么多 地基打得太大 楼改到中间才发现没有那么多原材料 结果就是烂尾 萧条随之来临 现在我们就处在商业周期的萧条期 萧条期会出现 企业倒闭 工人失业 工资率下降 更难找工作 价格下降 这是经济必要的清算和调整过程 必须让价格下降到市场应有的高度 才能清算过去的错误投资 让经济结构回归正常 可是现在的办法却是一直想阻碍房价降低 要清库存 还要放松信贷 结果就是错误的投资得以延续 只会不断延长萧条 通货膨胀是资本绞肉机 它扭曲生产结构 制造无数错误投资 得到钱那么容易 就鼓励奢侈和浪费 所以通胀毁灭储蓄 毁灭资本 毁灭资本的结果就是经济会一决 不去振 所有人找到工作更困难 工资率下降 到这个时候你就是刺激 那也刺激不起来了 因为手里根本没钱了 拿什么买房呢 记住是经济拉动了房地产 而不是房地产拉动经济 只有经济繁荣了 人们生产更多了 才有能力去买房 如果经济下行了 当然就没能力买房了 除了信贷扩张 另一个严重限制房价的因素 是土地供应 土地供应的限制 严重制约了房地产的供给 香港作为例子 房价巨高 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开发受限 只要放开土地供应 中国广袤的国土 能让共产阶级都住上别墅的 各种管制和干预 也是推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限制容积率 各种审批和税收 最终成本无限制的加大 让工需矛盾更加突出 价格更高 这些干预措施最终伤害的 恰恰是 应测本意要帮助的贫穷 贫困人群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停止信贷扩张 放开土地管制 减少各种干预 减税降费 奉险市场经济的原则 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了 我们应该有个常识 哪个领域经价格高 供求矛盾突出 那必定是市场遭到破坏 大家看在身边 不是已经明白了很多吗 快递行业没人管 价格迅速降到最低 效率提升到最高 中国新四大发明也一样 哪个行业管制少 哪个行业就心旺发达 造福消费者 管制多的行业 不如教育和医疗 效果又如何呢 所以干预主义的历史 就是一步失败史 要想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